那如果纯粹你的兴趣当然也很好 像刚刚 来这个是丁佩恩 丁佩恩 对不对 佩恩他很有兴趣 他也读得蛮好的 那当然 你的知识底子越好 你在讲道也好 你在跟人家分享你的生命见证的时候 人家也会体会到说 你是有读过书的 那剩下的同学 我还是很鼓励你们 把这些细节的东西整理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会走下去 另外一块是纯思想 那思想的这一块就有点讨厌 其实到现在我都还蛮讨厌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思想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量化 你今天这样想 你明天可能就又变了 有没有 那思想很讨厌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婚姻 问题很多 在教会里面 现在动不动就是教人家要辅导辅导 婚姻辅导辅导 好像辅导是个大热门 那我都不知道你要辅导什么 给你越辅越倒 不辅还好 越辅越倒 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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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你跟你太太搞不好都沟通不了 你怎么去给教会里的剩下的人辅导呢 有没有 所以辅导真的是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什么 思想 他思想是在变的 而且一个人的思想会随着 环境改变 你思路马上会变了 不相信你今天上第二堂课 假如你又很坚持上完我八堂课 可能有一半的思想会被我颠覆掉 因为我带了很多的东西是颠覆你 颠覆不了你 没关系啊 因为你没底子啊 所以就颠覆不了你 也是啦 也是啦 没东西当然就颠覆不了你 有东西那你就会让你去思考 你以前知道的跟现在知道的 就跟手机一样 我还是常常喜欢比喻就是 我们做医生的早期都有那个BB Core有没有 呼叫器 现在你买得到呼叫器吗 可能快没有对不对 我告诉你我们UCSF还有啦 我们UCSF还有挂呼叫器 但是我们都嘲笑学校就是说 现在呼叫器啊 都快买不到啦 除了学校老的这一批孩子 没有办法买到零件去维修了 去年呢 你们以前都有放过那个录影带 有没有 VHS 还有Beta 还记不记得 如果我现在拿500块 麻烦你们去帮我买一台新的 我们家还有一些碟子想看 下礼拜麻烦谁帮我买一台过来 有地方买是吧 全新的是吧 你别买拿你们家旧的给我 一样一样一样 连China现在都快买不到 你不要真的你们去上什么 因为为什么 因为VHS的一台机器里面 有25%到30%的零件 如果不要再做的话 就不会再有人做这一台机器了 大家听懂 因为一台机器里有很多的零件 只要里面有20%左右的零件 就不再有厂商愿意再生产 就算剩下的厂商还可以生产 剩下的零件呢 这个机器原则上就宣布淘汰了 那一直到有人就是说 好我为了要有这种机器 就20%的零件呢 也都我自己重新开模来做 那就剩下我一家在卖 然后呢就我一家在用 大概只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以前的那些 三寸的碟子啦 五寸的碟子啦 现在你大概有碟子也没用了 对不对 已经没有那种读卡机了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是 现在已经没有你们想得到 要买也买不到的 底片啊 胶卷的底片啊 拉开可以装进去 可以照相 你可能相机还有 可能底片里没有 好 那这个是一个思潮的改变 那我们今天在教会 幕会里面 最大的困难就是 教会假设有一百人 我不多 我也不要求多 就一百人就好了 像你们这一代就四五十个啦 然后我们用四五十个 别用一百 四五十个人里面呢 如果 我还是放回来这一张好了 如果有十个人 还在用第一代 三个人用第三代 三个人用第五代 然后还有三个人用最新一代 这样下去算 四十个五十个 你在教会 幕会的时候啊 你就很困难 这是我们今天 幕会的困难 所以最困难的 在于说 教牧学 我们教你们的 教牧学 牧养的过程当中 你如何有办法跟 第一代的人 讲第一代的话 跟第三代的人 讲第三代的话 然后跟最新一代的人 讲最新一代的话 如果你没有办法 教会基本上 有可能就看不到 英文部 看不到青年部 看不到儿童部 因为他们讲的是 另外一代的话 然后我们拿着 第一代第二代 在神学院学的东西 去告诉那些 Use the pastor 说 我们的教会 开教牧同工会议的时候 你为什么都没来 然后他就会想说 我为什么要来 你们有什么事 要决定吗 我们可以 conference call吗 有很多的东西 他们用的东西 跟我们不一样 那你很快的 就会感觉说 这个Use the pastor 不能用 其实是你不能用 不是他不能用 他很好用 他可以跟年轻人 讲年轻人的话 你不能 你还在跟他用 第一代的黑金刚 跟他的第五代的电话 在对话 所以实践神学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怎么样让你们的 思想潮流 可大 可想 好不好 这是今天第二堂课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让你们的思想潮流 可大 可想 看到什么人 圣经说什么 就要讲什么话 看到什么人 你就要学什么样 像什么样 有没有 我们也都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一句话就是在讲 思想潮流 那我们现在来看 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思想潮流 已经在你的脑子里面 实际上是有影响 等一下我们都会来讲 连我自己都觉得 我有 我有 因为你不可能没有 因为人的构成思想 就是文化累积下来的 好 来第一个 对不起我跳回来 祖前146年 这个数字可以不用记 没关系 祖前年什么意思 耶稣没有生 你们不要穿越剧 要注意 现在是耶稣还没生以前 祖前146年那一年 罗马正式 取代了希腊 所以罗马跟希腊 你们有没有搞清楚 希腊是在前面 罗马在后面 好不好 明朝是在前面 清朝是在后面 好不好 别把明清搞错了 唐宋元明清嘛 对不对 大家都要会背啊 别错乱了 所以希腊是在罗马之前 希腊有什么文化 你们觉得 你们从小到大 在学校总上上课讲讲 听听希腊神话 你的意象里面 如果有一天 随便你 神话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东西 很好 还有没有 数学 还有没有 哲学很好 还有没有 逻辑 还有没有 希腊 文学也是很棒的哦 医学也很棒的哦 雕塑艺术都很棒的哦 哇 给你们一讲 那不得了啦 主前哦 耶稣之前哦 文明是怎么样 耶稣之前的文明 就是指希腊文化 是怎么样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嘛 一直到现在 还影响我们哦 有没有 武器 OK 很好 所以哦 你看一个文化 影响多远 到今天 我们有多少东西 是当时候希腊出来的 不管你哪一个角度 刚才都说了 对不对 希腊的三大哲学家 是谁 苏格拉底 柏拉底 亚里斯多的 对不对 大家都会倒背 他们的影响 哲学的思想 影响我们多少 所以今天呢 你在教会里面 跟任何一个信跟不信的人 请问他的脑子里 有没有希腊化的问题 有 希腊化的宗教 神话刚才有提到 希腊神话的特色是什么 没关系 随便讲 随便讲 我看看你们的希腊化怎么样 从小不读 不读神话故事的样子 他们有三代的神 要是臊命的教 然后避罩 第三代的神 对神 祿求 而且他们的经历 然后人有三代的神 他们也是对于 测试的生存 有三代的经历 就是神 对神 对神 就这一段 有吗 其实综合一句 在使徒行传里面讲 到了希腊的神庙里面 有各种神 所以总结一句 希腊的宗教思想 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人 就是叫做多神的观念 什么都有神 多神 所以圣经有讲 最后一个就是 万一我有漏掉的 就拜卫士之神 有没有 圣经说的 因为圣经也是希腊 影响很大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跟 你的教会的任何一个 小组里的弟兄姐妹 我不信你们基督教 不过我觉得是好人 那就是要告诉你什么 你就要问他 那你信什么 我啥都信 其实就是叫多神的观念 OK 所以你要跟人家对话的时候 你要切进去重点 所以你如果知道 他是属于多神 还是另外一种是什么 无神 因为中国大陆 这边差不多都是了 不好意思 中国大陆来的是无神 他也不是多神 他是无神 对不对 信自己是等一下我们再说 他要先给无神 无神他才 他才只剩下自己 不是信不信 因为他只剩下自己 所以无神跟多神 是我们今天在 戏谷 幕会的时候 你永远要在脑子里知道说 你在跟一个多神的人 讲话的时候 你到底应该要怎么讲 破他的思想的 架构 所以罗马 是在祖前146年 整个攻破了 希腊的雅典 整个希腊才被罗马 慢慢的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的接收 所以罗马本身 是什么起家的 打仗起家的 军人 罗马本身 有没有自己的东西 没有啦 他打仗的 罗马只有那个军人 军装 你的印象里面 剩下的都不是 都是从希腊去抄来的 因为他接收 这都是希腊的东西 所以罗马只有自己的什么 军队 军人 还有他的军政权 还有这样的军权力 所以呢 祖前146年 到祖后 刚才我们说的 313年 就是军事坦丁堡 坦丁大帝 sorry 军事坦丁大帝 宣布 闽南御令 这段时间 各地方 是罗马 异教 异教当然就不是基督教啦 对不对 也不是犹太教啦 就异教啦 统治整个 以色列的地方 所带进来的 全部是希腊哲学 罗马没什么哲学 所以不要弄错了 罗马只有军队 所以我们每次讲到文化经济 都会讲希腊 可是那个时候是罗马 所以这个有时候常常很多神学生在讲道的时候 我都听他乱扯 然后已经穿越了 你知道吗 罗马希腊 他已经搞不清了 那个明成帝会跑到清光绪的房间去问他好 然后清道光又到明武帝的墓去扫墓 你知道吗 要穿越了 你知道 那就忽悠那些没懂历史的 然后那没懂历史也被忽悠的这样一任一任的 所以希腊罗马是分开的 知道吗 所以呢 我们相对看我们刚才谈的古世纪 你们现在把两块要凑着看 这个图会慢慢慢慢就在你的脑子里面 就跟骑脚踏车一样 Anytime在哪一台脚踏车给你骑的时候 你会很快的就骑上去 应该没有人会告诉我说 我忘了怎么骑脚踏车 因为那东西已经学了 就是你的 把它等号过来 变成是你会的 罗马异教 好 罗马异教一直到313年 君士坦丁大帝宣布 不再破坏基督徒了以后 就进入了 来我要再推回来刚才这一章 三个是连着好好背的 很好背的啦 现代 前现代跟后现代 OK 刚才右边是 左边是中古 是古世纪 中世纪 近世纪 这一边就是前现代 现代后现代 所以这个图表呢 把它破解了以后再换回来呢 就怎么样做梦 你都会梦对 现代主义是我们这个年代 最受影响 因为后现代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那有现代就有前现代 所以呢在谈这前现代 现代跟后现代的时候 要三个一起先从 这样子看好 那我们在走的时候 你才不会穿越 那 前现代主义呢 三百一十三年 君士坦丁大帝宣布 基督教不再受被迫了以后 整个思想 我们知道都在神权的主义之下 不管你是国教旗 你是教皇旗 这个时候基督教基本上 就是唯一的思想 每一个人生出来 要受洗以后就可以领出生证明 有了出生证明才可以去报复口 拿着你的受洗证书去报复口 有了受洗证书 你就可以怎么样 迁徙到哪一个地方去 然后去那边缴税入籍 然后呢 你要受过洗 你要成为天主教徒 你才可以接受教育 你才可以做官 做各种事情 那这一段时间呢 一直到 来 十八世纪 三百一十三年到十八世纪里面呢 其中从十四世纪开始出现 一个大挑战 我们叫做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的三大 名人是谁 还有谁 淡丁 还有谁 不是哦 来 佩恩 这块呢 美术史就不归你管 谁 有点开始混了 好 没关系 文艺复兴时代的三个 达文西 米开朗基罗 还有呢 拉菲尔 很好 拉菲尔 三个 当然你们不用背这个啦 但是我是希望整理你本来就会的 这你本来就会的 你只没有被人家整理 我现在帮你整理一下而已 这三个 在当时候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 大量画下圣经 很多很多圣经的图跟画出来 这很重要啊 你们得知道啊 对不对 那一些画 都是在圣经里面提到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 这些画家呢 想尽办法 想象那样的情况 在那种情况 注意了已经是十四世纪了 一千三百多年以后 硬要去回想 当时候的最后的晚餐 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他把画下来 从此以后大家都怎么样 尊说这是最后的晚餐 说是标准 结果呢 结果呢 每次吴医师要问结果呢 结果就在挑战你的思想 大家就行 我家也有一副啊 很大的啊 刺绣的 最后的晚餐 所以达文西在当时候 画了很多这一类的画 所以最近出了什么数 达文西密嘛 一直想破解这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有没有 哪一个人 应该躺成这样子呢 还是要躺成那样子呢 这个后面代表什么意义呢 感觉在那边想说 他怎么会知道 一千三百年以后呢 耶稣是朝这一边 还是朝那一边呢 我表演很好笑 我常常在想 耶稣为什么看这边 不像看那一边呢 我太太只给我 毁了一句说 你无聊 想太多 我也认为想太多 但是达文西密码 他就在告诉你这个 所以呢 达文西也画得最有名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 谁都在猜 蒙娜丽莎是谁 好 没关系 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只要让你们知道 在当时候 前现代主义的时代 天主教还没有改教之前 你必须要承认 天主教是我们的前生 否则你就断根 这样听懂吗 你一定要接纳 天主教是我们的前生 也就是说 我的真祖父 虽然我没看过 但是有人要是真说 我真祖父是个土匪 我会接受 OK啦 没关系啦 那叫土匪吧 我真祖父是土匪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否认你的真祖父不是土匪 管他什么 关我们什么事 有什么关系 反正真的祖父 如果说我祖父是土匪 就土匪呗 这样好不好 你们要有这种观念 好不好 否则你一断的根 剩下的人就看不起我们 因为觉得说 你看你就只结了你们想要 从1517到现在 然后就说基督教是你们这个 然后忽然间这段都是空白 又骂他骂得半死 又说人家这些多坏多坏 不行不行不行 你要有这种判别的能力 跟承受的能力 好吧 所以14世纪的时候 大量的文艺复兴了以后 当时候整个教皇 教区 所有的基督徒 有能力的文艺复兴的时候 重新开始把大量圣经的这些图画 全部画出来了 米开朗基罗 基罗画的这一幅是什么画 听说在基督工人神学院 现在还在吗 以前是陈若宇院长的办公室后面 就放了这个 这个是画什么 有谁知道吗 咒诗又咒诗 你又穿乐剧了 你又穿乐剧了 这个是在写 创世纪 神造的第一个人 亚当 神跟周边的天使 众神 创造了亚当 但是当时候的米开朗基罗 为什么把亚当画的 你们看啊 赶快看啊 画的怎么样 就画这样啊 我是学答啊 那句话这样 这里面有含义 当然今天我们要留给你们 下次我问你们 刚才回去查查 让你们知道 他在讲什么 这很重要的哦 很重要的 好 再下去的 Raphael 也画了这个很有名的东西 对不对 天使啊 圣母跟天使跟圣子啊 造成文艺复兴时代 每一图画都有一个三角结构啊 本来只有两个人 在当时候 认为三角是最稳的 OK 最稳定的 的一个思考之下 只好补一个天使进来 知道吗 那个不是耶稣的弟弟哦 那是天使 然后呢 下面两个天使 也成为当时候 整个天主教 跟基督教 一个很大的不同是 天主教是拜天使的 基督教是不拜天使的 知道哦 所以这些东西 在十四世纪的时候 整个天主教文艺大复兴的时候 也造成了很多圣经上的这些 故事呢 被画成为画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 好好回顾整本圣经 所带出来的一些实况 当然谁也没有能力去 评断他到底画的对还不对 但是我们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希望带出来的 就是我们在职场宣教的时候 你要有这样的内涵 可以一起来面对这个过去 接着呢 到了1517年的10月31号 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 这已经到了16世纪 受了文艺复兴运动影响 到处遍地开花 神权被挑战 人权开始到处的伸张 马丁路德也宗教改革 16世纪完了以后 14、16、18 三个世纪 14、16、马丁路德 18出了谁 出了笛卡尔 笛卡尔 直接说我事故我在 这句话其实就是 人本主义走到最顶端的时候说 如果我不能思考 我到底有没有在 那你讲神都没有用 讲什么都没有用 我有没有在才重要 我事故我在 我有在思考 我就承认我今天还活着 早上起来我有没有想我今天要干嘛 M很好我有想要干嘛 那我今天是活着的 所以笛卡尔 这个最有名的这幅图 上面写个there 写个for 写着现在 写着未来 写着I 写着M 它是一个立体的思考 我认为我们基督徒 为什么要在这里教你们实践神学 是因为新的世代 已经完全跳脱 跳脱神权的时代的话 就不能再把什么东西都丢给神 注意哦 这个是我们快要结束之前 很重要的一句话 每一次 我知道你们是受了基督教的谦卑的影响 所以都会说很谦卑的话 就是让神做主吧 让神决定嘛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要这样想 要神决定 本来神的主权就不可能被你取代 你怎么想你要怎么样 没有关系 神的主权是在的 不在乎你多想要夺权也好 你不想要权也好 你很谦虚也好 你假装谦虚也好 神的主权会受你们影响吗 不会嘛 好 既然神的主权大家也都同意 不会受我们的影响 接着呢 神要你做的东西 你要怎么样 挑起来做啊 所以每一次我的团队 我的同工里面 让神决定 我说No 不要这样讲 你别把责任都丢回去给上帝 你怎么样 等下成败疏理都会归上帝 上帝决定 我说不行 上帝说你要决定 因为 因为为什么 整个救赎的计划 是你们要参与的 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 你不要动不动 要不要留在美国 要 但是看上帝给不给留 我说No 别把责任丢给上帝 上帝哪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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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这个事情 上帝说你要不要留 你有没有办法留 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 装备自己 你可以装备自己 神就怎么样 又用你啊 你都不要而都丢给神 我又觉得那个逃避 我不叫谦虚 好不好 那叫逃避 做你该做的 第二个 一 神的主权绝对在他神手里 二 神没有能力在你换错的时候 做错决定的时候 再把你 改过来 或甚至利用你的错 走出一个对的结论 听懂吗 注意听哦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哦 第一个观念就是 神的主权不会因为你改变 但是 你做好你的决定 装备好你 勇敢的走出去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神有时候也会用你的对的方法 继续对 也可能用你已经做错事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会怜悯你 会带领你 会这样吧 但是这后面是属于神的事情 那我要用个比喻哦 来解释这一段哦 因为这个在教会里面小祖传有可能会被挑战你 我儿子 现在上大学去了 我爸爸的主权会不会因为他越来越大 他越来越小 他长大 他不长大 我的主权就不见 我还是他爸爸 知道哦 不管我儿子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主权在我手里 我是他爸爸 我就是他爸爸 可是他可以跟我讲什么 他要不要上大学啊 他想出去工作啦 他想要女朋友啊 还有呢 反正他想讲什么 他都可以讲 可是如果他每一天都不讲什么 都说啊 爸爸你决定嘛 你要不要吃饭啊 爸爸你决定嘛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睡觉 爸爸你决定嘛 你明天要不要上课 爸爸你决定吧 爸爸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就会说你有病啊 我不是已经跟你讲 我在创世纪的时候 就不是已经造好你了吗 我不是叫你管理伊甸园吗 我不是叫你每一天坐在那里 看那些动物 你叫他是大象 他就是大象 你叫他的长颈鹿 就是长颈鹿吗 有没有 伊甸园啊 你们创世纪都读过不是吗 你不用再回来问我 天父啊 我叫他大象可以吗 天父啊 我叫他长颈鹿可以吗 可以啊 你归你管 别归我管 那叫管理 创世纪有讲嘛 你们现在就是犯了这个错 我每一次听到 上帝决定 我说你又来了 你每次把责任丢上帝 为什么你表面都说这样 实际上还是要你去决定 你要做的嘛 对不对 在职场也是一样 老板天天跟你开会 老板你决定 我就会说 那我请你来干嘛 对不对 我请个庸就好了 我请你来干嘛 我请你来当经理 你什么事都要问我 好不好 在教会里面 现在这个东西看不到 我们叫做属灵的领袖缺乏 所以今天教会的不复心 我说只有一句话 就是属灵的领袖有问题 生下都没问题 属灵的领袖是没有问题 那奉献也没问题 人数也没问题 建堂也没问题 教书也没问题 这样听到 属灵的领袖有问题 跟国家一样嘛 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川普当选 我们会害怕谁当选 因为怕领袖有问题嘛 又怪上帝啊 你说川普怪上帝 还是我们怪上帝 所以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不会变 除非你那个场合还真的要得谦虚 你就讲说上帝决定 我I don't care It's okay 但是必要的时候 我希望你自己做决定 然后跟神怎么讲 要跟神怎么讲 说主权在你 我做所有的任何的事情 求圣灵与我同在 也就是说我好我不好 圣灵帮我 但是做还是要你去 对不对 三餐还是要你吃啊 饭还是要你睡啊 报纸还要你吃啊 衣服还要你烫啊 反正我跟你讲就错乱知道吗 我跟你讲教会里面 我听到的都是这种话 完全是错乱 OK 你不能做一个属灵的领袖 给弟兄姐妹去follow up 跟着你 难怪下面的人没有办法follow you 你到底是建堂还是不建堂 你到底是要复兴还是不复兴 你带小组到底是要怎么办 没有啊看上帝啦 问你要不要当小组 看上帝啦 你要不要出来当执事 看上帝啦 看上帝怎么带领啊 有没有 是哦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好 所以呢 没有关系 你们就是传道人 不是传道人 另当别论 只要是传道人 你既然是传道人 在这边毕业的 你就要相信圣灵像要跟你同在 只是你们老是有没有看到圣灵在不在 你们不知道 对不对 圣灵会指点你的嘛 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件事 觉得不太妥 晚上睡觉祷告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我今天做错了 知道吗 你还是去做没有关系 就像我上上个礼拜去看那个弟兄 其实我就很想多去看他一次 但是就偷格来 因为我要准备 准备 施赖想说不能讲太多 要剪一剪 结果 他过世了 来不及 圣灵就责备我 你看你又没去 去那个 他就一直希望你去 那我就是没去 因为我要照顾这么多学生 我赶快叫我太太说 你去吧 去跟他讲 有没有什么需要 所以也就是说你去做 It's fine 所以我儿子 来跟我讲 也要念大学 要念什么 我说现在的孩子不会跟家长讲这个 所以我儿子也不太愿意讲 但是我就跟他讲 你念什么 你大概都不会要我同意 因为现在的孩子 哪里会要你同意 他有自己想法 他有人说女朋友 对啊 我儿子听女朋友 还不听我的 我儿子跟他女朋友两个人 都申请到Berkeley去念 Berkeley给了 入学通知 可是我心里是想什么 哈佛 没有 我没有 我不是为了挑学校的问题 我是在想 去念Berkeley 是因为他想跟女朋友一起去念呢 还是他真的想去Berkeley念什么呢 所以我就问他 因为我们是 对不起 我是思想很敏锐的那种 我是常常会 剖一下看看他到底回我什么话 看他是为了去Berkeley念呢 还是为了跟女朋友去念 对不对 拜托啊 才几岁的追求幸福 小孩子的懂什么 我就跟他讲 你Berkeley想念什么 想说进去再说呗 我就知道说 那你一定是为了女朋友啊 你进去再说就是为了女朋友啊 不然你更知道你现在要干嘛 那你就讲 我就知道嘛 对不对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样啦 你进去念什么都好 我知道 但是念完了以后呢 有没有用我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就跟他这样讲 我说这样好不好 你想想看 祷告看看 你去念牙科 我儿子就眼睛一瞪 叫我念牙科 我就跟他讲 你以后念了任何的什么东西 念医生念什么都好 华律律师什么都好 但是我什么都帮不上你忙 但是你要是念牙科 我就可以帮上你忙 为什么 因为你念的时候 就可以回来实习 你一念完 人家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你已经有工作了 然后呢 你不但有工作 你的同学要是没工作 你就叫你同学都来帮你 然后呢 爸爸要是退休了 爸爸还有十六个医生 俗俗伯伯 会辅佐少臣 知道吗 我说呢 我最后就讲一句说 你聪明的话 你就可以省二十年奋斗的时间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这样知道吗 我就去睡觉了 一个礼拜以后 我儿子就跟我讲 爸爸 我去念Dental School 因为他手上还有一张 Dental School给他全额的奖学金 六年职工 我那个时候一直想他 不念这个去念 为了女朋友去念Berkeley 不过一个名声好听 Berkeley 念完了以后 如果要再申请什么 还是要得再申请 我只跟他讲说 你想想 有没有 天父也是这样在回答 你们知道吗 天父不会强迫你的 你真的要把这个课 drop掉 说明天我不干啊 我回中国 也可以啊 神就让你走啊 怎么办 你就想走啊 你嘴里多顺服神 那也都是你说了 那上帝怎么会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就像我怎么不知道 我儿子去Berkeley 就为了女朋友 我就跟他讲啊 我符合还是他符合 他也符合 我也符合 我不符合 他符合 没有没有没有 跟那个扯远 思草的问题 思草的问题 好不好 你别扯远 所以儿子呢 他决定去念 我只想用这个比喻 跟大家讲 今天在教会里面 牧会最困难的就是 下面的人想的跟你的不一样 你说你的 他想他的 你想改变他 他不听你的 教会里面 坐在下面的人 没有人follow你 或是只有一半人follow你 或甚至只有几个人follow你 你很痛苦说 我看这个牧师 真类 怎么样 钱少 事多 离家园 今天教会 牧会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 因为下面的会众 他要你做他的属灵的领袖 他要你天天跟他讲 神决定了 上帝决定了 祷告神 吃饭吃不吃 祷告神啊 晚上吃呢 祷告神吗 晚上吃日本料理 中国料理 祷告神吗 很困难的 下面的会众也没办法follow你 你到底是要干嘛 那你又不好意思啊 因为王院长说要谦卑啊 王院长早会 早超都说要人谦卑 神才会怎么样 我都没有 这个从本圣经 好吧 整本圣经 都要你们自己担负起 整个赎罪的计划 圣灵与你们同在就好像 爸爸受了权给孩子说了 这是我的心意 如果他选择不要念牙科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他如果真的去念Berkeley 你以为我就真帮不上忙吗 当然也还是可以嘛 是不是 因为我有Plan B啊 Plan B就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撑着做UCSF的教授 不退休的原因就是 哪一天他要申请的时候 我就把他拉到我的学校来念 不就得了 美国的学校本来就这样 也不是犯法 所以上帝他有很好的各种的Plan 是你不知道的 你不要以为你的Plan 比上帝的好 还是比上帝的不好 不知道 但是上帝有他的主权 他要带领你 今天别人都申请不到 美国来念神学院 在广州签证的时候就下不来 在北京签证就怎么样 都怎么会回去 你的就不管怎么样 送进去就没事 那就没事了 不管你说真的假 反正你人来了嘛 所以你能不能带领你们 要 你们要负起责任来 在祷告会里面 怎么叫祷告会 就是我儿子跟爸爸在讲话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叫我儿子讲清楚 你想干嘛 他不知道我脑子里有Plan A Plan B Plan C 但是他讲清楚就是了 他想跟女朋友去念Berkeley 那我知道就是了 那我就告诉他 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去念牙科 看他会不会跑掉 跑掉了就不要了 你知道吗 我儿子就回我 他不会跑的 我说你又不是他 你怎么知道 爱上了嘛 爱上了就很惨了 没办法 我说他随便你 没关系 我都有Plan B Plan C 我们的天父是 创造的主 他怎么不知道你在想要干嘛 你想留在美国 他怎么会不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当你来报到的第一天 就把太太孩子 或先生孩子都带来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干嘛 你既然知道 神也知道啊 你想骗上帝还是想骗老师 你当然只能骗王院长 有录音 没关系 我们不是说骗啦 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浪费你属灵的恩赐 你们将来都是要在这个地方 带领很多 将来从中国还会有更多的人来的 不是吗 你们现在没有好好的被这样装备 你们怎么可以去帮他们 因为那些人来了以后 我告诉你 他们车子开的可能比你更好 住的可能是Seratoga的山上 有没有 他的工作 他的PhD 什么可能都念得比你们好 我请问你 你怎么征服这些人 神学院都白念 为什么 因为征服不了他们 你也很sade 所以呢 我们再回到这里 18世纪 迪卡尔提出的 我是故我在以后 整个人类宣布 从那一天开始 进入了理性时期 好 这个图很快 我会丢到那个WeChat的里面 这张图 你们可以从那边拉下来 好 进入了理性时期 这张是华国 启蒙运动的时候 所有的文人都坐在那里 专家 教授 都在说 现在文艺大复兴 理性 科学与理性 全部上来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只听教皇说什么 就什么吗 这时候呢 所有你想到的 伦理学 科学 自然科学 物理学 化学 什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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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全部 一颗一颗都上来了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 只有神学这一颗没上来而已 很不幸的 你们竟然学了一颗 不会上来 也上不来 股票的所谓的水饺股 然后就熬在这里 所以在当时候 启蒙运动的时候 整个上来 其中的两个最主要的 第一个 科学与理性 到今天我们都受影响 牛顿的红苹果掉下来 几千年以来都有苹果 但是几千年以来 所有的苹果掉下来 也没有人去想 它为什么掉下来 就这牛顿 他去想 这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想听听吗 有没有头 那是童话 童话 我告诉你 重点在于说 为什么他会去思考 其实我很希望 我们的同学 每一堂课 每一些东西 有机会都要去 稍微思考一下 真的是这样吗 王院长说这个这个 哪个老师说这个这个 熊院长说这个这个 有时候要去想一下 真的吗 什么 不是斗争 这是你思考运作的问题 那你说的吧 他也没那个聪明 他有千万的造壁厂 没用 主要是他有这个思考 敏锐他会去思考 当然最重要的是 思考以后他有答案 他找出了地心领利 同样的给你思考 你只是说 这苹果是不是 长得不好 跟叶子连得不够牢 所以你就拿胶带 去把它粘起来 然后每一颗 就把胶带都粘好 你大概就会 干这件事 可是他就想 这个可能地心领利 好 另外呢 达尔文呢 也提出了进化论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有时间 有 好来进化论 接着刚才的 试管婴儿以后 又有人来挑战 你进化论 你该怎么讲 自从有人给你挑战了 童真女怀孕 然后还好你 今天学了 把那个人的嘴 暂时堵了一下 暂时而已 因为你告诉他 医学将来还会发现 上帝的奇妙 当然以后我再跟你们讲 包括里面的DNA 他把里面的 人这个地方 就是会长眼睛 这个地方就是会长鼻子 这个地方就是会长耳朵 全部program coding在里面 听到吗 当你在这个戏骨的地方 拿这个来讲 你的信仰 谁也打不倒你 就傻傻认在那里 算了算了 今天输你 改天再说 拿进化论来挑战 传道人啊 牧师啊 请问 进化论你同意吗 同意吗 大家都不同意 猴子也跟你讲话 猴子可以跟你讲话 你有沒有看到猴子在比手语 说叫他把窗户打开 我不太会这样回答 现在的科技是 你不知道 现在的科技 猩猩的DNA 跟人类的DNA 是99%的相符 猩猩最近都可以证明出来 猩猩是可以有教育 以前是不承认猩猩有教育 因为如果承认猩猩有教育 那我们人就会跟他很像 可是现在证明什么叫教育 母猴 母猩猩 带着小猴子 到了一个墙壁上面 有蚂蚁的洞 他为了要吃蚂蚁 猩猩就拿了一根竹子 插进去 让蚂蚁爬好了 以后拿出来吃 小猩猩在旁边一看到 妈妈就拿一根竹子给他 他就拿竹子去插 然后他也这样吃 这个就是教育 猩猩有教育啊 你有没有看过猩猩 一个这种屏幕 上面1234567890 是随便跳的 然后忽然间关掉 他就这样12345 他记住以外 他还照顺序点给你 你怎么换他都怎么点 然后怎么都是从12345678点给你 不是 不是学习 他有那个能力 学习一定不是问题的 教育就是学习的延伸 对不对 语言是这样的 欣欣跟他小孩子讲话 你不懂而已 想听懂吗 我们不懂而已 我们现在不懂而已 对不对 欣欣并没有哑巴 他会叫啊 他会讲话 只是我们不懂 所以现在我想要讲的就是 进化到底你要怎么去破解 这叫副教学 你们的副教学是谁教的 所以副教学你们要得学这些东西啊 进化论怎么处理 那个还在黑金刚的时候吧 所以你到底是赞成还不赞成 讲这么多 所以自然平衡是有还是没有 有还是没有 没有 也没有推化没有进化 有推化没进化 有推化没进化 这个也是自打嘴巴 不过这样没关系 现在的医学 证明有些进化的现象存在 进化不一定要从心心变人叫进化而有 进化是很多东西都可以进化 那我举例哦 那是你说加个为了 那就是进化 对不对 那我说完你看看你还为不为哦 注意听哦 现在的人内 开始智慧牙 不长了 我儿子又没有智慧 不是啦 年龄不到 乱扯 退化了 你为什么不讲进化 讲退化呢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我说退化是不能讲 错了 哪一个是进步 哪一个是退步 不要让讲退化 进化退化本身就是一个改变 就是进化跟退化都是嘛 所以我告诉你 它的理论是存在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实际上是存在的 的确有很多的东西是有看到进化的现象在 想听到吗 不不不 不要这样子 这个说服不了剩下的人啊 我们自己人要给你们厉害一点的那个说法吧 对不对 因为你们现在这样讲人家就最后根本不想跟你讲 因为你水准太低 对不对 因为我们当中都会有什么 就是加招的生物学教授的讲课 我知道有的时候知道有那一堂课 好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必须要那样教因为那一堂课他才有办法讲 我这一堂课必须要这样教才有办法讲 然后你们自己去决定好不好 你们自己去决定好不好 他是生物学家 我是医学家 不一样 看谁厉害 他没有念教务博士 我有念 所以我赢他一点 讲我当然知道讲 当然可以讲 谁不能讲 但是你要把信仰 跟他的学理 要稍微融合一下 现在应该要这样讲 进化的现象 我个人是认为 它是存在的 进化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进化也都是在上帝的手里面 OK 进化本来就不要被单独的 有一点像当初 崔利略说 地球是圆的 天主教都说 怎么可以说是圆的 地球怎么会是圆 就被处死了 所以后来证实 地球还真的是圆的 崔利略就白死了 现在我们也是一样 刚开始提出 进化论的时候 当然所有的天主教 基督教都要得先否定一下 因为我们还没ready去回答他 还没ready去回答他 再加上 那个时候的医学 也还没有办法去回答他 这样听到吗 就像崔利略提出来说 天体是圆的 地球是圆的 地球是在这里 太阳是在外面的时候 忽然间就不见了 但是呢 现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很理性地去看 人也好 动物也好 各种东西 它是有进化的现象在的 只是 当我们要去讲进化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破它呢 也就是我通常都会说 其实进化的现象是存在的 一定要把这句话完整地背 不能加你的话 我没有说进化是对还不对 注意 我没有说进化是对还不对 我说进化的现象是存在的 因为进化的现象 也是什么 上帝创造的一部分 哇 你比他更厉害 你也没说他对 也没说他错 你就赢他 因为你说这是上帝 创造的一部分 对不对 他忽然间本来是拿这个药来打你说 信基督教是傻瓜 忽然间发现 打不了你 因为你没有说进化论是不对的 你只说有进化的现象在 然后你倒打一耙的时候 因为进化的能力也是什么 上帝给的 他就说怎么样 他说你平嘴 是不是 你平嘴 那我们就要再平下去了 那我们要怎么讲 我们说有进化的现象在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可以证明 人是从星星来的 听懂吗 人没有证据 目前没有证据说 人是星星来的 所以你不要掉进去那个坑里面被人家踩 然后你在那边又踩人家 人家又踩你 什么中间多一个中间少一截 那个是 那个是不需要现在去争辩 你说一 进化的现象 是存在的 因为那是 上帝创造的一部分 OK 因为为什么 上帝在 前面六天 把各种东西有次序的做好 有太阳 有晚上 有天 有地 有天上的水 地上的水 天上的水要降下来 地上的水要上去 这些东西会维持 以及产生最好的环境给我们 所以很多的进化的现象 你必须要承认 否则人家会认为你是神棍 只为了你的信仰 你坚持说不就不 你是不承认有一些东西 的确是进化 而进化的过程里面 也包括基因的混合 什么叫基因的混合 如果你今天娶了一个 高枷锁的美女 她是金头发的 你是黑头发的 两个的基因一混合 生出来的叫洋娃娃 你还真贫嘴 这就叫洋娃娃不是吗 因为对不对 我们老中跟老外 那个金眼高鼻子 有没有 我问过这个生物学的那个人 我说 我说怎么样来 来来来来 搞定你的进化 如果这个人能够跟大星星 能够交配 就算能够交配也不能证明 如果要我跟他辩论我就要这样讲 即使他能跟星星交配也不能证明 人是从星星来知道吗 因为不同种是不能凡 这句话今天基因的年代已经不是这样的 OK 那个傅智阳 那个那一只阳叫什么 Toli 好啦 anyway 我跟你讲 那个是你没有在医学界里面 人让猪代替人产生 人的 耳朵是最简单 那已经不是问题了 能让猪产生人体所需要的胰岛素 器官 这些东西 目前都做得到了 我们不知道五十年以后怎么样 所以不要在这边 讲太快 就跟四管音乐一样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的答案 叫做护教学的答案 让你也不会被人家看不起 也不会outdate 就是说你没有跟上来 所以呢 进化不是要去跟他反驳 我们到底是不是跟猩猩 你别把进化等的话 就是只有人跟猩猩 这个叫进化 没有啦 进化的现象是在的 你们生了洋娃娃以后 有些东西会进化 因为基因的改变 因为基因能决定的东西 是谁创造的 所以如果一个黑头发 跟黑头发结婚会变成黑头发 谁决定的 一个黑头发会跟一个金头发 混了以后呢 有一些改变会谁决定的 永远是上帝 你不会输他的 你别担心啦 接着呢 再下去了以后 有一些进化的现象会出现 医学上都证明了 都看到了 所以不需要去否认 所以你就告诉他 进化的现象是存在的 只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 现在人跟猩猩之间是他变来的 那到底是我们在回答什么 回答就是别跳那个坑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来决定 星星跟人到底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随着 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 很多的东西慢慢出来以后 虽然还不能证明 他一定要从他跳过来 但是进化的现象是在的 星星本身的进化现象也在 人的进化现象也在 但是人是不是从星星过来呢 不知道 别跳坑里面去 知道吗 所以这就为什么 美国的科学里面 还是有进化论 它还是会有进化论 基督徒也慢慢的 不再在进化论上面去做争执 因为现在很多的医学 证明有些进化的现象在 但是这些现象 你归不归它是进化 或是怎么样 这个会随着 越来越多的东西出现 但是以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 永远要比这个 知道吗 林书豪每次打完球 就比这个 他一投进去就比这个 你们要会比 知道吗 要比一下 也就是说 你现在讲的 这一些基因的改变 进化 突变 基因突变 结合以后的突变 或是只要生出来以后 忽然间变成什么 请问这个突变 如果它持续的 一代一代的 一直维持的时候 这一代跟那一代 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们有时候也会给它说 那你进化成这个样子 听到吗 所以不要乱讲 因为医学上 这个东西是在的 那个东西最简单的例子 残痘症 残痘症你知道吗 因为基因有一段 变成不能吃残痘 残痘症就变成显性了 所以它只要跟人家结婚的时候 残痘症会一代一代一直在 知道吗 不知道 就没办法 有残痘痘痘 就反正不能吃残痘 它不能分解残痘 包括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玻璃娃娃 它基因带内的 所以它生两个 两个都是玻璃娃娃 就软骨不全症 那个基因是显性的 它就一直带着 你生三个三个都是 生五个五个都是 你再跟人家结婚 就再生下去都是 那请问这一代跟那一代之间 你说它是叫进化还是什么 那其实也是进化的一种方式 所以现在呢 我要大家意思就是说 不要急着去火定或那个 而是去把里面更深的一层 归上帝 好 来我们要再走下去了 我们要在五分十分钟前 让你们提早 所以第一个理性科学 第二个是人本 人本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既然发现理性跟科学 可以影响我们这么多的知识 各种知识 只要我们愿意学 我们都可以有 忽然间发现我好大 人本主义里面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它不是坏事哦 它是在强调什么 强调人的正面的价值 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呢 会受影响说 人的正面的价值 就是人人皆济事啊 所以你们也不要听到人本就反哦 就跟刚刚一样 不要听到进化就反 不要听到人本就反 你要把它剖析一下 里面的哪一块是不好的 哪一块是好的 因为人本 OK 里面讲的是人本身的价值 如果基督徒用信仰跟圣经的真理来讲 人的本身的价值 那这人本好不好 那好哎 知道哦 我现在其实已经在灌输你们 每一个人都是神什么 宝贵的儿女哦 有没有 我一直要从你们的 旧的朝旧里面 拉你们出来 让你们跟神之间 可以面对面的 走你们的下半身啊 阿们 好 很好 所以人本主义在当时候 马丁路德 他提出人人皆济师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好 再往下走 这个图又出现一次了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都很好记哦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都很好记哦 所以二十四季 尼采出来了 尼采是来结束理性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提出来说上帝已经死了 God is dead 因为他发现 理性跟科学几乎在各个角落里面 已经完完全全的 只要你讲任何一句话 任何一句话 没有办法证明 有实验证明也好 理性证明也好 只要不能证明 他就不叫真理 那一阵子 二十四季 十八 十九 二十三个世纪 变成那一段时候的人 每次讲你的证据在哪 你证据在哪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被从小小学课本就讲 讲话要有证据哦 没有证据不能乱讲 那你想 越要讲证据 那圣经的东西如果都没有证据就很难讲 对不对 当然感谢主那一段时间呢 是后现代 什么叫后现代 有现代就有后现代 现代主义呢就刚才我说的 一切都要讲证据 但是你们真的很不信 你们现在竟然又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时候 重变啦 这两个是个重叠起 你的一半喔 你的一半小的时候不管你在中国香港 你的一半受的是理性的教育 OK 无神的教育 OK 唯物主义的教育 没有看到就不要告诉我这是谁 你有谁拿出来我看看 唯物主义 我看到才算 你又别告诉我 这样听到喔 你的一半 从中国来的可能会大一点 从台湾来的可能少一点 另外一半就是后现代主义 那后现代主义一定是跟现代主义又不同 所以很简单 这很好背 你们都不用超讲义 现代主义竟然讲理性 那后现代主义讲什么 就非理性了 那理性主义讲的是科学正义 后现代主义讲什么 就没有了嘛 就没有这些科学真理理性了嘛 那你说真的吗 我们真的到这个时代了吗 就是因为这样你们才很难募会 因为如果大家都讲真理讲理性 那我只要把副教学好好教你们 你们理论上都会讲对不对 可是人家还是不理你 讲听懂吗 你说不会讲也不理我 我都学会了 还是不理我 我说对啊 因为你现在进入了什么 后现代主义 好来我们来看后现代主义的五个特征 我们就下课 这是什么 这房子啊 有没有看到房子 有没有 以前的房子会不会盖这样 不会啦 所以现在后现代主义就是什么 你说是要这样盖 我就要盖成这样啦 你说理性说 柱子一定要是直的才可以撑住房子 我就是盖成这样 它就是撑住了 那你就想也对啊 理性好像科学跟真理都不对了 因为他认为是这样啊 他也盖给你看知道吗 这就是你们现在募会很困难的 就是对方到底是在真理的时代 还是前理性的时代 还是那在后理性的时代 因为这种人都在教会里都有 而且一个人可能一下子这个一下这个 你要会跟他对话 OK 接着呢 到了后现代主义画出来的土就又变这样啦 对不对 蒙娜丽莎就被改成那样啦 他说我这样子怎么样 也是艺术啊 他这张土还卖得很贵咧 有没有 你们在中国这拍卖还很贵咧 你看到 所以二十世纪就是反什么 理性知道喔 他反理性 可是他的反理性 有没有靠到上帝这边来 走得更远 有 到底是走更远还是有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来 我们讲完你们 我们就做结束 来最后几张时代 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五个特征 你们一定要背起来 再不背起来 你们走出去都会精神错乱 第一个 因为他已经突破了理性 理性是什么 理性就是客观 对不对 你证明给我看有一杯水在这里 客观让我看到 那我就相信有杯水 可是同样半杯水 就有七种讲法 对不对 有人说 怎么剩半杯 有人就说 还好剩半杯 然后有人就说 我还有半杯 哪里去 有人就说 我还有半杯在这里 但是都讲一件事 每一个人都坚持 我是对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你们在教会里面 变又变不赢人家 底子又不好 然后呢 人家讲的东西 也是他主观的看法 你讲的东西 也是你主观的看法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特色 第二个 既然没有真理 那一切都是相对的 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也杯子还有脸 到底是杯子还是脸 所以呢 它是相对性的 知道吗 它是相对性的 所以相对性的时候 就产生一句什么 就是也对也不对 所以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你们跟我做任何的对话 我都可以告诉你 也对也不对 你信不信 也对 又来火叫 这跟火叫没关系 没有 没有没有 佛教没有讲这个 佛教讲涅槃 不讲这个 这跟火叫没关系 这只是告诉你 现在的时代 就是相对的 OK 也对也不对 有有有 佛教有支派进化到这里 持绩就是到这里了 那以后再告诉你们 那个叫宗教比较学 好 第三个 所有东西 都要卸垢 拆开来看 有没有 那我今天第一堂课就告诉你们 你们脑子里面混杂在一起的 搞得你们现在今天 讲话也不对 讲这个也不对 都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讲都不对 因为现在的 后现代 卸垢 拆开你所有的思考 所以今天我把表格给你们 也是一种卸垢的方式 拆开以后再让你们重整 然后拿一些东西 你认为可以改 你改过来 那就是你的 你还是坚持说 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 一定要这样跟人家变 那你就留在那里 你没有卸垢成功 没有重组 第三个 第四个 多元主义 多元的特色就是什么 包容 尊重 承认 欣赏 完了 既然要包容 尊重 承认 欣赏 连你也都多元 神学院你要多元 教你们圣经神学 也要教一点什么 实践神学 教你们一点实践神学 也要教一点系统神学 要多元 所以多元不是错 可是多元用在某一些 信仰上 有冲突的时候 你们要会辩护 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特色 否则 男生可以去什么 女生厕所 女生可以去什么 男生厕所 所以 基督教 为适应这样的时候 应该怎么盖厕所 有人问牧师 我们做牧师的很累 你不知道 当然 你怎么盖 你要解决 牧师很重要 教会以后 就会这样盖 注意看 以前是 男生厕所里面 有四五间 小便筒 几个大便筒 男生都去那里 女生也是四五间 都是女生用的 那现在男生忽然间要去女生厕所的时候 都不能来 女生去男生男生 你怎么跑 以后盖厕所就要盖成什么样 这里四五间 这边四五间 不要盖成两间 就是盖成四间单独的 每一间都可以男生女生 男生女生 也就是说你去这一间 你跟隔壁那两三间都没有关系 有 我们Cupertino的那个Alexander 米其林 三星级的牛排店 哇 里面七八间厕所 全部都是独间的 男生女生随便你进去 没有关系啊 因为每间都独间啊 他解决了这个多元 好 最后一个 既本土 又全球 因为为什么 现在坐个飞机 看你要到哪里 13个小时左右 到16个小时 差不多都能到了 所以宣教学都要再改 你们宣教学是谁上的 所以以后再给你们上宣教学 这是最后一章 也就是今天你们在中国大陆 想要到美国来 以后只会越来越容易 来的时间来的速度 不像以前的马里逊 从英国要到中国去宣教 整整坐了三个月 到四个月的船 还先坐到纽约 再从纽约坐到广州 广州进不去 再接到澳门去 到澳门又被天主教排斥 没有 然后东印度国家 东印度公司还不让他搭船 今天我们要宣教 有困难吗 没有啦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神学生 很lucky 尤其是你们这一班 好不好 给大家鼓掌一下 哎呀 你们都是神醉宝贝的学生 知道 所以呢 我们希望 今天上完课以后 我的论文里面都有这些东西 好不好 那个PDF已经给你们了 你们就尽量看一看 消化融会 因为 我们现在的幕会 真的是越来越困难 因为后现代主义 还是他用后现代主义在跟你谈呢 还是他用前理性主义在跟你谈呢 你能很清楚的知道 你才有办法牧养他 这样知道 这家网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